新款摩托三卖26万真的贵吗 是的 加个座椅通风风围灯 就要贵近3万块钱 就是贵 定价贵了 这点没得洗 那新款摩托三到底值得买吗 不值得 虽然我买了 我这8082的序号应该很快就能提车 坦诚一点 就是为了带货 几乎所有的特斯拉博主 特斯拉周边厂家 贴膜改装店的老板都会第一批买 因为贵的这点钱 相当于买了流量 一会儿就赚回来了 但是对于普通消费者 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么急下单 因为以下四点的改变 你不一定能接受 第一点 取消档杆 特斯拉一直是用外星人的思维 重造一辆车 从来不迎合需求 你看像单踏板模式 大天幕等等 的确特斯拉做了很多非常好的创新 但是我真的不认为 屏幕换挡比怀挡更好 这点是不是有点创新过头了 的确换挡操作不是高频需求 但是转向灯波杆也取消了呀 当方向盘抡起来的时候 需要打转向灯时 是不是方便操作 这点需要自己体验一下才清楚 作为交互设计师 我能够理解 特斯拉之所以要取消 换挡和转向波杆的思路 因为特斯拉认为 未来的车主要依靠自动驾驶 不太需要人去开 所以各种驾驶操作的按钮 都是多余的 但就目前自动驾驶的能力 以及国内复杂的路况来说 要实现车能够自己开 还很遥远 第二点 取消了全车的超声波雷达 采用纯视觉方案 在倒车以及狭载路段行驶 完全依靠视觉算法来测距 到底好不好用 还需要实测 第三点 电池没有升级 还是60度的磷酸铁理 特斯拉的三电融合 以及轮耗控制非常优秀 尽管新款在电池不变的情况下 续航还增加了 但你要知道 这是CLTC算法 讲究的就是一个不靠谱 实际续航能跑多远 谁都还没有测过 最后一点就是价格 相比老款Model 3 升级的部分都不值3万 更别谈跟一众国内新势力比 也许这个价格在其他国家不算贵 但在竞争最为激烈的中国市场 26万能买到太多优秀的国产新能源呢 等到年底充业绩 或者明年初新款Model Y推出的时候 一定会降价 不说20万以内 回归到23万才是一个合乎情理的价格 当然 我还是会第一时间提新款Model 3 毕竟我要靠带货赚点生活费 平时发带货的视频也不多 推荐的都是真正自己用的产品 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支持一下 等到提倡后 我会继续分享更多靠谱有用的好内容 喜欢的话 点点关注呗 感谢观看